绿色发展是当今世界普遍重视的发展理念 是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部分 24号 博奥亚洲论坛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 围绕消除贫困与绿色发展 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约旦河是以色列最主要的一条河流 由于近些年一些支流河水被用作灌溉和渔液 全流域总流量从每年1215亿立方米 减少到315亿立方米 为改善环境 以色列近年致力于通过改善河流治理机制 实现河流区域经济绿色发展 在最新发布的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中 除了以色列有效治理河流之外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中埃 泰达苏伊市经贸合作区等多个项目 都成为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 坚持绿色发展 倡导绿色消费 杜绝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 这一理念如今已成为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的共识 亚洲人口这么多 我们不可能按照某些发达国家 过去所走的人均GDP提高以后 那种消费模式 那么不光是我们的资源 也是我们的环境所不能承受的 博鳌亚洲论坛在同一天发布的 亚洲减评报告中指出 在绿色发展取得进展的同时 减评问题依然是目前亚洲各国 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数据显示 占全球半数以上的贫困人口 在亚洲达到6.8亿人 目前亚洲国家极端贫困发生率 大幅降低 总体上消除了绝对贫困 据统计中国农村贫困人口 如期脱贫 贫困县摘贸贫困人口 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 降至2018年底的1,660万人 中国精准减评发挥作用 减评经验和成就明显 为亚洲减评做出了巨大贫献 中国在明年将实现 消除一切贫困人口 这个目标首先在中国实现 这是对世界减评实业的 一个大的贡献